为了应付庞大的PCR筛减需求 台北市政府增设士林科技园区和木炸机场的车来诉后 又在中正纪念堂开设防疫及门诊 结合看诊、筛减以及给药的服务 依据自驾车人数高低承载分流 每天三班提供1200人次筛减 预计5月17号就会正式营运 台北市长柯文哲到中正纪念堂 视察车来诉防疫及门诊建制进度 根据台北荣总规划 现场提供看诊、筛减跟给药服务 分为亲子、高低承载四线道处理 现场也有儿科医师待命为快筛养儿童看诊 预计5月17号正式营运 那我们初期开始的话 我们先从每天分三班 早上这四小时八点到十二点 中午班是十二点到四点 那第三班是四点到晚上八点 从三班至每一班的话 会先从大概四百人开始 这四百人当中主要还是预约的 预约的 然后呢另外也会保留少部分的现场号 柯文哲强调 过去四天双北确诊数都落在三万多 但在儿子大于一的情况之下 不应该出现这种状况 显示PCR量能已经被确诊数限制住 另外行政院有意松绑三加四政策 开放快筛应不用居隔 柯文哲也持正面态度 依照去年五月民众自主封城的经验 柯文哲认为国民素质还是战胜病毒的关键 现阶段就是让轻症患者能够稳定控制 不要压垮医疗量能才是当务之急 记者邱世民台北采访报导 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智慧城市发展 举办智慧台北创新奖增长活动 今年共有11项提案获奖 包含捷运提供快速便利的行动 充电服务 市场实联分流管理等 期盼透过公司协力提供便民服务 行动电源带着走 搭捷运不用在定点充电 而且可以假地界以地环 同时是用各种手机型号 解决手机没电的燃眉之急 可以像U-Bike一样假地界以地环 所以民众在租接行动电源 或充电的过程当中 不用在原地等待 手机功能强大成了生活必需品 像是之前进到市场要扫食联制 有业者研发一站式服务 不用分配额外人力 一台机器扫描 量体温到喷酒精一次到位 降低病毒散播风险 那我们有了这样一站式的设备之后 它可以做实联制 然后实联制工具有很多种 可以用身份证 然后可以用台北通 可以用绑定台北通的悠悠卡 然后做完实联制之后 再进行做这个测温 然后酒精 这样一站式做完 那其实防疫的人员 他就可以一对多 民间企业研发数位科技 在工部门进行试办 台北市政府举办 智慧台北创新奖提案计划 共有11项提案获奖 不少研发成果 在各场域得到良好成效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选拔 然后让做得很不错的这些案例 能够透过这个展示的机会 也让民众或是其他更多人 可以了解说台北市智慧城市 在做的案子到底是什么 然后透过也帮我们的产业去 promote他们的solution 透过公司部门合作 进行创新突破的验证 市府整合资源打造智慧城市 提供更便明的生活服务 记者邱世民台北采访报道 温馨的母亲节刚过没多久 但对于辛苦职场的妈妈来说 生活真的是蜡烛多头烧 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92%的职场妈妈认为家庭事业难兼顾 特别是受到疫情的冲击 超过六成职场 妈妈担心今年的收入会减少 自评目前的生活疲劳指数 平均落在77.5分 也创下三年来新高 做好早餐 忙完家事再去上班 在台湾这样家务跟工作 仰头烧的职场妈妈 身心好操劳 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职场妈妈自评目前的生活疲劳指数 平均落在77.5分 算算每天工作时间平均落在10.7小时 甚至更多 今年这个职场妈妈的这个疲劳指数 是平均77.5分 创三年的一个新高 以行业比来看 大概是餐饮业 大船业跟衣物产业是 这个疲劳指数是比较高的 生活中一旦有小孩之后 对这些职业妇女来讲 其实是一个甜蜜的一个负担 一方面担心这个工时 过场会引发这个家庭 跟事业的失衡 甚至会导致亲子关系的一个疏离 另一方面除了要雇小孩之外 还有这个可能上 还有这个长辈 像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 或这个这个婆婆 除了原本工作跟家庭的焦虑感 受到疫情攀高影响 60.2%的职场妈妈 担心今年收入变少 与七成担心就业环境变差 更有高达9成4的职场妈妈透露 曾经有过离家喘息一下的念头 若要真正休息 平均一次需要休息将近9天 当然也希望就是 不管是这个雇主 或者是家里的这个先生 或者是长辈 其实应该多给这个职业妇女 职场妈妈一些这个体恤 那真的有遇到一些状况的话 其实职场妈妈还是要跟 自己的这个家人 或者是公司的这个同事 或者是主管 多做一些这个沟通 对于自己的工作表现 职场妈妈平均替自己打了78.8分 但在母亲的角色上 调查显示 妈妈们只给了自己52.2分 想要兼顾事业跟家庭 也有近83%的人表示 曾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 若工作换算成月薪 平均则是需要4.8万元起跳 看来想保持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对职场妈妈们来说 似乎有些难度 记者顾参永台北采访报导 一名家住在新北市平日 以打零工为生的男子 因为无法负担平日开销 因此在双北市选定 无人看管的一楼店面刑窃 台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货报 调阅监视器后 发现都是同一人所为 寻宪将42岁的王姓嫌犯逮捕归案 从监视器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名窃贼趁着一楼店面 无人看管 不疾不徐地翻动店内物品 将名牌包包 皮夹跟现金 价值约6万8千元的财物 洗劫一空 得手后迅速离开 行径相当大胆 南港分局货报调阅监视器 发现嫌犯手法跟近期连续 窃盗案雷同 都是同一人所为 民众在家时应注意大门输入口上锁 工作时中药物品应随身携带 或放置柜内上锁 防止有心人士有机可乘 外出时随身贵重财物 应置于包包内带 或裤子前方口袋 物留置于车上或车厢内 请民众提高警觉 若有防线咨询 可嫁分局治安风水时 免费检测服务 警方抽丝剥茧 迅速掌握嫌犯身份 是家住新北市的42岁王姓男子 平时以打零工为生 因为无法负担平日开销 才铤而走险行窃 他前后在三重跟南港两地 选定无人看管的一楼店面行窃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但犯案过程全都被监视器给录了下来 警方征讯后 依妾到罪将这名冠妾移送法办 记者曹灯华台北采访报道 家中有年长者单独出门 可要留意他们的行动状况 台北市警察局温山第二分局 新龙派出所接获民众的报案 发现一名疑似患有失智症的老翁在街上迷路 经过警方耐心询问沟通 总算将老翁平安返家 原警关怀询问 但不论是身份证字号还是年纪 70岁的邱爷爷就是想不起来 所有问题不是支支吾吾 就是不知所云 无法讲出自己以及家人的相关资料 或联络方式 幸好警方弃而不舍耐心询问之下 老翁终于讲出住家附近的地标 警方研判邱爷爷可能住在附近巷子 来到景星路一带的巷子时 邱爷爷忽然说出 我家在这儿 让警方松了一口气 最后总算顺利护送爷爷到家 也遇上早已在家等候许久的邱奶奶 家人有对警方热心帮助 相当感激 由于台湾人口高龄化 警方提醒 家中若有失智长者或是身心障碍人士 可跟各县市政府社会局申请预防走私手链 除了避免让他们单独出门 也建议家人可以准备联络手环 或是在口袋当中放入小纸条 写上相关联络方式 一有状况 可以让警方迅速确认走私者的身份 以及通知家属 避免危险状况发生 记者顾琛永台北采访报导 新闻的最后 一起来关心各地有什么活动讯息 同时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新闻的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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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